欢迎来到美厅 至焦虑最好的方式 网上有个高赞问答 人为什么会焦虑 有个回答一针见血 焦虑最本质的原因就在于 需求和真实拥有的无法一一匹配 才华撑不起野心 存款抗不过风险 整日抱怨空想却无力改变 那如何才能走出焦虑 作家李尚龙在 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中 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打败焦虑的最好方法 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 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 人生也没有爬不上的坡 与其原地焦虑 不如逼自己行动起来 当你开始做以下三件事 焦虑就会慢慢被治愈 一 强制储蓄 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缺钱开始的 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真实故事 一对中年夫妻不幸遭遇了车祸 被送往医院 妻子伤势很重 男子也鼻青脸肿 看着急救室里亮起的红灯 男子眉头紧皱 妻子的安危让他心忧 可随之而来的手术费 疗养费更让他发出 他翻遍全身才凑够了几千块钱 但这远远不够 走投无路的他 只好厚着脸皮向亲朋好友借钱 白眼遭了不少 钱却未借到多少 男子想起从前 身边人劝夫妻俩要好好存钱 这样遇到麻烦事也能有个退路 他总是不屑一顾心里想着 今朝有酒精昭醉 今天挣的钱 何必留到明天再花 等走进医院这一刻 他才突然意识到 当时的想法有多愚蠢 毫无储蓄的观念 让他没有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入绝境 舒本华曾说过 如若一个人拥有一笔独立的财产 他应当将其视作堡垒 用来对抗许多可能会遭遇的恶事和不幸 肆意挥霍自己的财产 只会慢慢毁掉原本的生活 而学会攒钱 才是成年人维持生活最好的远见 小狗钱钱的作者社费尔 年轻时就要求自己每个月存下收入的50% 巴菲特还是抱同的时候 便开始给自己定制存钱的计划 投资支付邓普顿也表示 他做过最明智的决定 就是从结婚起存下每月收入的一部分 所有的致富都不是平白无故的 自己是否会陷入缺钱的僵局 其实都有迹可循 正如《财务自由之路》中所说 真正能够让你致富的往往不是收入 而是你的储蓄 一个懂得存钱的人才是在投资未来 而一味消耗的人只是在透支未来 没有钱就相当于没有了与世界交换的筹码 在意外来临时 怎能不焦虑呢 正所谓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储蓄越多 我们遇到的危机才能越少 活得也能更从容 在经济学中 有一个名词叫做大拇指法则 它指的是 在现代社会的很多领域 如果你没有成为大拇指 就很容易被淘汰 想要成为王者 不被他人取代 首先要学会沉下心来 在所属领域深耕细作 直至变成独一无二的存在 威廉 怀拉是美国做销售的高手 他原是一位棒球运动员 后因身体原因被迫离开球场 无奈之下 他选择了去应聘保险公司的推销员 威廉本以为 靠着在赛场上积累的名声 可以轻松入职 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 人事经理对他说 威廉先生 面无表情是卖不出保险的 您连最基础的能力都无法达到 威廉当即展示起了笑容 却还是被告知不行 因为他的笑容毫无感染力 回到家后 威廉虽然觉得挫败 担心未来的出路 却也没有因此坐以待毙 而是立志苦练笑脸 他收集了许多公众人物的笑容照片 用来观摩学习 他甚至每天在家放声大笑数百次 以至于邻居都以为他因失业发疯了 日复一日 他终于练成了自己的招牌笑容 顺利进入了之前应聘的公司 但这只是开始 在奔波数日后 威廉仍士林交易 这让他苦恼不已 为了达成业绩 他开始要求自己 每天去跟不同的人微笑 交谈 积累第一手资料 在持续的精进之下 威廉的专业能力越来越出众 笑容也极具亲和力 很多客户都会主动找他 最终 他成了保险领域的金牌销售 哲学家西塞罗曾说过 任凭怎样脆弱的人 只要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 必能使之有所成就 能在自己的领域长期生耕的人 往往更能得到命运之神的青睐 孟晚舟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过一位同事 这位同事来自华为俄罗斯数学研究所 是华为早期高薪聘请的天才少年之一 加入华为之后 他没有最新与交际 而是深耕技术 埋头做数字方面的研究 十年时间过去后 他终于攻破了从2G到3G的算法难题 他研发的这项成果 也让华为在当时的市场上遥遥领先 在任何行业 只要我们愿意朝着一个方向不断打磨自己 就一定能飞奔向金字塔顶端 而那些不停变换赛道 这山望见那山高的人 最后生活总不尽如人意 整日活在保不住工作的焦虑中 杰克、特劳特也在定位中这样说道 如果什么都做 将会一事无成 最好聚焦于一个东西 让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家 而不是什么都干的通才 欲当大事 必行赌失 一个人沉浸于磨砺自己的技能时 才会停止胡思乱想 不断提升自身分量 从而在时代的洪流中屹立不到 不抱怨的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 抱怨从来不会吸引 带来那些你想要的东西 相反 抱怨会使你永远摆脱不掉 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 焦虑不会因抱怨而远去 生活也不会因抱怨而改善 除了让处境变得更艰难之外 抱怨没有任何意义 1955年 道胜和夫从大学毕业 然而此时能供他选择的工作机会很少 好不容易通过层层阻碍 他进入了一家陶瓷公司工作 刚进去却发现 这家公司却连连亏损 面临倒闭 这让道胜和夫陷入了无尽的抱怨之中 他常常跟同事聚在一起吐槽 在这家破公司一直干下去可不行 还是早点辞职吧 可是想到自己辞职后也无处可去 更烦闷了 这时公司为了未来的发展 计划选人开展新的研发工作 道胜和夫恰好也在其中 他突然发现 整日发牢骚并未解决任何问题 只是在浪费时间 于是道胜和夫决定停止院队 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他从宿舍拿来过碗瓢盆 吃住都在研究室将一切烦恼抛之脑后 最终通过不懈的努力 他成功开发出了新型陶瓷材料 把公司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 而这项研究成果 也是他日后创立经词的重要资本 道胜和夫曾说过 自从我埋头于研究工作 不再发牢骚 以积极开朗的态度 全身贯注地投入工作后 我的人生明显开始好转 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一味的抱怨 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之中 借掉无谓的抱怨 你会发现 那些你觉得棘手的问题 其实都藏着机遇和挑战 生活本不难 难的是我们带着满腹牢骚去看 不如改变想法 转换心态 才能摆脱烦恼 把每一天都过得顺心如意 王小波曾说过 人的一切痛苦 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很多时候 人之所以会感到焦虑 就是因为现阶段的储备 无法应对未来复杂的情况 但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搅乱脑袋 带来消耗 不如将心中的杂念清空 从此刻开始准备 存好对抗风险的本钱 摒弃无用的抱怨 同时深耕专业能力 这样在危机到来之际 我们才能临危不乱 任凭风浪起 稳坐掉渔船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